因为这个我痛切的感觉 共产党是流氓了 流氓还糟糕了 因为佩洛西走了 是 很多人骂说他的挑衅 我就很不爽啊 台湾人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贪财怕死 是 我们有人不贪财也怕死 他说不贪财 那怎么样表示不贪财呢 啊 第一美金啊 就要去 我们别想太多了 蛤 所以他说你商量计划什么用啊 我没什么计划 钱对我没那么重要 对 你人讲这句话我会说 你讲这句话我就会听 上面我相信大家都很震惊 我也那天也在想 是什么样的人啊 有什么样的胸襟啊 才可以拿出30亿 来捐给国家 可不可以观众朋友先从这边开始讲 你是为什么 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子啊 这个学佛的人啊 你就讲都是语言啊 是 是 因为这个我 痛切的感觉 共产党是流氓啊 他比流氓还糟糕啦 那我在2019年在香港看到 哎 你在香港你把人家那个 哎 立法权拿走 其实啊 我人家说你是新加坡人管什么 我对啦 我们拿了新加坡国籍 可是我从来都一直住台湾 是 所以你没有理 你就 我从来都离开台湾 然后你都在这边 我6月的时候 我还是新加坡人 我交了16亿的营业所得税 你交多少税啊 很多人 每天骂 是 这是什么样的契机 董事长你需要 你有算过还是说 这个金额啊 你知道30亿 我有100亿啦 我有1000亿 我有1000亿 我要捐30亿 我可能回家想很久 我要想很久 没有 可能想5年 哈哈哈哈 没有 你是怎么样啪一声就这样 我那天晚上 因为裴洛西走了 是 很多人骂说她的挑衅 我就很不爽啊 哎 人家万里调调 82岁老太太 是 来这里帮你宣布 台湾不是中国领土 这对你多大的恩惠啊 你还骂他 我就很生气啊 然后一看那个 大陆那贴几个狗皮膏药 来威胁你 我说不行 一定要出来讲话 我要讲就是说 那个台湾人 不要以为我们都是贪财怕死 是 我们有人不贪财也怕死 那说不贪财 那怎么样表示不贪财呢 啊一亿美金啊 丢下去 对 我那天晚上决定 然后第二天我就请朋友说 开记者招待会嘛 好 结果就马上出来了 没想太多了 所以他说你商人计划有什么用啊 我没有什么计划 像董事长 照理说做商人的 我们讲说商人无主国嘛 利益最优先嘛 那您做了这么多 这么久了 这么成功的商人 为什么你敢去惹 不是钱的问题 你敢去惹他 其实啊这个 对啦很多都是 我我其实我 从来不把自己看商人 是是是是 钱对我没那么重要 对啊 别人讲这句话我会说 你在公商 你讲这句话我就会听事 因为我以前是做事业嘛 这事业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自己做 因为我们这批人啊 当时是李国鼎孙运玄 送我们去美国学半导体技术嘛 带回来一路发展 那你看他们就跟你讲 你要以国家为重 所以你看到那种你就觉得说 做人要有那个境界嘛 所以后来我们做事 所以我就是说做事业嘛 连练做起来 把原科原区也把它发展起来 后来我们投资很多嘛 这个这个像第一个光剑厂 我觉得就是帮台湾真心产业吧 我个人其实并没有想说 要赚多少钱